第38篇 大卫的纪念诗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恼怒 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我疼痛 大大全躯 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被压伤 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 我就哀哼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我心跳动 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我的粮棚密友 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那寻俗我命地设下网罗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 终日思想诡计 但我如笼子不听 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 口中没有回话 耶和华 我仰望你 主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我曾说 恐怕他们向我夸耀 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大 我几乎跌倒 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 增多了 以恶报善地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良善 耶和华 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快帮助我 我们来帮助我 感谢观看